在中国经济严重萎缩的情况下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后 周四表示 中国将继续购买欧洲政府债券 帮助欧洲国家克服危机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爱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认为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欧洲 美国等八大国家 为什么要花穷人的钱去帮助富人 此举极不明智 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将继续购买欧洲政府债券 帮助欧洲国家克服危机 谢田表示 在当前形势下 中国应该把钱集中起来救助自己 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远比欧洲更要严重的状况 中国自顾不暇 哪里有钱去帮助欧洲呢 尤其是欧洲如果像希腊这些国家 他们不愿意谈取这个尊敬政策 不愿意从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经济政策的起路上走回来的话 现在给他们继续援助的话 只是不过是往这个黑洞里扔钱 中共官媒还报道说 此次会晤出达成一系列交易外 中共总理温家宝还签单买下50架空中客车A320喷气客机 合同金额达35亿美元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 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去出访的时候呢 通常是带着自己国家的公司经理出去签单的 卖东西的 唯独中国出访的时候呢 都是出去买东西的 是花中国老百姓纳税人钱的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愚蠢的举动 也是个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那个举动 比较严谨自律的那个财政政策 他们政府预算呢 不会超出太多 在外贸上呢 对任何国家的进出口依存度呢 都不超过10% 并且德国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呢 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尊敬 新唐人记者苏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